Hello 我是耀君 让我陪你一起修炼商业路上的必备知识 今天这影片要分享的是 李孝来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的第31讲 双倍如何做到两倍薪水 提高效率这件事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人想象的这么难那么悬 其实说穿了 就是以前我们在学校课本上学到的两个重要概念 串联和并联 你想想看就知道了 如果两个任务之间的关系是串联的 那么一先以后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要调整一下先后顺序 就可以提高效率 而如果两个任务之间的关系是并联的 那如果你把他们串联起来就不对 你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并联起来 并行解决 透过这样联想你会发现 其实万事万物的原理是相通的 像我们时常看到许多和尚的寓言故事 都是各种和尚在生活当中 行住坐卧之间 领悟出来的道理 并延伸出了世间的智慧 所以啊 有时候 一个人是否聪明 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他和不聪明的人 在一个地方不一样 那就是聪明的人总是能够在学到任何东西之后 都不由自主地多想 这个道理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又或者如果要用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话 那需要注意到什么才不会出错 而那些不聪明的人多半都不肯多想 因为他们会觉得想事情实在太累了 说实在啊 这样两种不同的做法 起初真的不是会有很大的差异 而只是那一丢丢的不同开始而已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丢丢的不同 最终会造成事实上的巨大差异 那看起来那个多想一步 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背后的心智差距 则是其他人所不了解的 因为当你能够多想一步 原本的机会 可能就会变成陷阱 而原本的陷阱呢 则可能会变成机会 那我们成长的过程呢 其实也可以简单总结为一句话就是 从现在的起点上 往前多走那么一小步 理想来说啊 他去新东方打工的那一段时间啊 发现到绝大多数人 都是给老板打工的人 那给自己打工的人 和给别人打工的人 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 给别人打工的人呢 拿的是薪水 幸运的话还会有抽成 于是 他们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工作结果 和工作质量 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金钱回报相匹配 而他们时常会说的口头惨 可能就会是啊 哎呀 这么用心干什么啊 又不会给你涨薪水 就这么一丁点薪水 还指望我做什么东西啊 之类的 于是 在理想来打工的新东方集团里面 绝大多数老师 是不肯反复备课的 不肯多花时间 反复改善课程质量的 他们也不肯去讲新课 因为又要花时间备课 又不涨薪水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怎么会有人去做啊 反正许多年前准备的那一套东西 甚至这些东西 还可能是从前辈那边 直接拷贝复制到自己大脑里面 而这些对他们来说也够用了 那理下来呢 只和这些老师不同 他一直就是一个为自己打工的人 所以 他在帮老板打工的同时 也同时在帮自己给打工 像他会备好每一次的课程 就算这门课已经讲了N次了 也一样会在事前用心备好 而且 他也会自告奋勇去尝试开一些新的课程 就算这门课不是这么熟悉也没有关系 而他也因此 和学生们共同学习一起成长 许多学生对他非常印象深刻 多年之后 还会来找李孝来叙旧呢 那对李孝来这种为自己打工的人来说 判断工作结果与质量就两个标准 第一是 是否能对得起拿到手里的薪水 第二是 是否对得起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而像他这种给自己打工给自己做事的人呢 自然而然就对工作的结果和工作的质量 要求更高一些 那这些给自己打工的人呢 也总会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 于是接下来的每一步 每个选择 每个行动 都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 有着另外一个更高的标准 而当他们持续这样做之后 随着时间的流逝 只帮老板打工的人 和同时帮自己打工的人 之间所产生的结果 自然是天壤之别啊 其实啊 把工作上的事情做得更好 并不是像那些 只给老板打工的人 所想的那样吃亏 恰恰相反 这应该算是赚了 而且是大赚 为什么 因为啊 当你认真做老板交办的事情时 相当于把自己的同一个时段 出售了两次 第一次出售给了老板 因此而获得了薪水 第二次出售给了自己 因此而获得了成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 那些认为自己拿到两次回报的人 并不会像那些 只拿一次回报的人那样 那么在乎 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薪水 而对于那些 一辈子只给老板打工的人 跟他们讲这个道理 他们只会认为 你这么尽心尽力的 去完成这个任务 只是在当个吃力不讨好的傻子啊 可是啊 这些人从来不知道 倘若他能够认认真真的 把事情给做好 最终的受益者 不只是老板 更是自己 因为 只有真的用心认真下去 才有可能从每件事情上学到相应的经验 并且真正的成长起来 像这一系列的分享走过来 你也会发现 我们都不谈什么速成的方法 工具 捷径 或名牌 我们谈的 都是让自己如何持续不断的成长 而且 也只有持续不断的成长 才有机会带领我们跨过财富自由的里程碑 也才有机会带领我们 持续向着下一个更大的里程碑迈进 而不至于跌倒 你下来啊 在这边 只不过是把工作和成长这两个任务 在新东方这个职场上 并联了起来 于是 让他的人生效率 直接极大的提升 提升到了99%的人都不理解的地步 像你去观察一下就会发现 绝大多数人 其实啊 是把工作和生活串联起来的 他们工作的时候工作 生活的时候生活 反正不能同时进行 相反的 像李孝来这些极少数人 能够把工作与生活并联起来 而对他们来讲 工作就是生活 生活也是工作 他们用同一份时间 就做好了两件事 效率不惊人才怪呢 哈喽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今天影片让你有收获的话 也请你给我一个按赞或留言吧 你的鼓励是我持续分享的动力 而另外啊 假如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自我成长 数位行销 商业经营 投资理财的修炼笔记 又或者 你想要下载我所做的知识图卡的话 欢迎你扫描画面当中的QR Code 到我的LINE社群去收获更多哦 当然啊 如果你只是想要纯粹聊聊天 聊聊心得的话 也欢迎你来到我的LINE社群聊聊天哦 我是华君 期望这个频道的分享 能够陪你在商业路上 一路前行啊 待会儿呢 好